湖北省立川市柏陽霸鎮的茫茫群山之中 始建於清代的大水井古建築群 吸引著眾多的遊人 但很少有人知道傷痕累累的古建築中 隱藏了一段血淚斑斑的土改史 今天的《百年紅貨特別》節目 《血紅的土地》一書的作者譚松 將首度公開一段珍貴的第一手視頻 為您講述這個故事 不是一個人悄悄地調查 十幾年來共採訪了100多個當年土改的親戚者 我想講一個我調查到的土改故事 這個故事發生在現在位於 湖北省立川市白羊霸鎮的群山之中 在這個地方有一個現在很有名的大水井古建築群 是一個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只是這些人不知道裡邊的故事 因為知道類型的人基本上現在都死完了 古樸精緻的大水井古建築群 鑒於青道光和光緒年間 被譽為鱷魚邊境古建築之明珠 據說當年曾有八大莊園 現存最完整的是李氏宗慈和李亮清莊園 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後 進行了暴力的土改運動 《血紅的土地》一書作者譚松 了解到的慘烈故事就在李亮清莊園上演 故事的主人公叫做彭吉珍 是李亮清的二兒媳婦 她的丈夫李伺候曾是國軍將領 胡宗南的警衛隊長 49年後逃走 東躲西藏 她留在鄉下的妻子 在土改中究竟遭受了什麼 直到50多年後 譚松在立川市找到了當年的土改民兵 農會幹事 大水井李氏宗慈 及莊園歷史寫真藝書的作者 向賢早 才獲得這份珍貴的目擊者證詞 這裡有一個大火龍 這個大火龍的呢 對一個靈異的就是 其實他把這個麥彈 白彈用來 那個是鋼彈 白彈 少人們拿一個白彈火後 專有燒紅石塊 就把米滋喉這個米的行盆 叫盆寄贈 他把那種呢 你們那麼虧氣 搞下去給你一個火山 就拿個電腰舞啊 把火裡下的調酒娘頭 他的乳房啊 肚子皮皮啊 都在一個燈火片面烤起 摸在那裡 看到就烤掉那個油 我明明看到姑娘嘛 我看到個在地鼠一大 變紙瓦就叫他老子 人人都是父母說聲 在場的向賢早看不下去 但以他的身份未必攔得住 他轉身去找區長李金豆 所以我說你去讓我找個 李金的有個地鼠男人嗎 李金豆聞訊 趕到那間燒烤型訊房 李金豆就把他拿起來 拿起來他到底有的還有經營的 我拿一個經營 有些房子 那一年才有買地方 我們第一經營啊 李金豆給彭吉珍一家人 開了一單骨子的條子 把他們弄到離子傲去勞動 彭吉珍這才減了條命 這段採訪拍攝於2006年7月 向賢早說這是他見過的最慘的刑罰 他叫不出名字 而彭松聽到也覺得難以承受 他講到他那種刑警燒烤的時候 我當時覺得全身發麻 就是頭皮頭豎豎起來了 那種感覺 因為當時那個新片島 不僅僅講了彭吉珍的酷刑 他還講了一系列的酷刑 比如說什麼猴兒斑莊啊 餵養死啊 但是就是講彭吉珍燒烤活人的時候 我全身幾乎發抖 真想到人類有這種殘酷 然而彭松在十幾年的調查中發現 這種燒烤活人的酷刑 竟然不止彭吉珍一例 而是在川東地區的土改中大量出現 以逼地主交出所謂的福財 在土改當中這麼大範圍的 廣泛的民間的這種酷刑當中的話 歷史上非常少見 因為這個土改運動是一場 由國家的政權 這個政黨發動的一場運動 一種強權的來推動的這麼一個運動 所以說它來得非常猛烈 也非常血腥 非常殘暴 向前早在2009年去世 彭吉珍2004年在雲陽縣去世 而李亮清一家在土改中早就被趕出莊園 他的兒子有的被槍斃 有的自殺 他們的故事和血淚 至今仍深埋在大水井古建築群的土地裡